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道蒜泥白肉 做蒜泥白肉用这种七瘦三肥的二道肉最好 先把表皮的猪毛处理干净 然后放入冷水中 加入葱、姜、花椒和料酒 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打去浮沫 再转小火煮30分钟 然后我们用煮肉的时间去做蒜泥酱 把去过皮的油酥花生米放进石旧葱碾碎 做蒜泥最好选这种紫皮独蒜来做 用它做出的蒜泥酱 辛香味十分给力 简单的切一切 再放进石旧中碾成泥 然后在碗中加入花生米、蒜泥、盐、白糖、白芝麻、生抽 香油几滴 少许的花椒面 最后加入两勺香辣红油 加上煮二刀肉的汤 稀释酱料 大蒜和花生粘得很细 所以酱汁非常的稠 半个小时之后肉也煮好了 取出放凉 然后切成薄片 首先切去一些不规整的边角料 然后再切 肉片切得越薄越好 肉片切好了 再切点黄瓜垫底 再把刚才没有用上的边角料切一切垫在下面 最后把肉片摆放整齐 淋上蒜泥酱 这道非常好吃的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小贴士 脸碎的大蒜要比剁碎的好吃 肉片要切得越薄越好 不喜欢二刀肉也可以选择五花肉来做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朋友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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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